第十六章 仙子也好酒 打闹了一会儿之后啊 水管最终还是喘着粗气 扶着膝盖求饶 你你你你啥饶命啊饶命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我的错我的错 下次我多带点咖啡 只有咖啡 丘鸾并不满意 他用剑指的水管舔了舔嘴唇 还有奶茶 好好好 奶茶奶茶 奶茶加咖啡 都带都带 这才像话 丘鸾收起了常见 原本羞怒的表情 瞬间恢复原状 变脸之快 令水管愣在了原地 卧槽 水管呆滞的摸了摸脸 自言自语 我是不是被套路了 说完了这话呀 水管再次扫了丘鸾几眼 见他眉眼之下隐藏着笑意 他顿时闭上了眼睛 肯定是被套路了 仙界的小姐姐都这么黑吗 水管不可思议的吞了一口唾沫 突然有着一种强烈的挫败感 不过呀 一想到咖啡和奶茶的成本 水管僵硬的表情也就软化了不少了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有本事你就喝死我 我就不信你喝雀巢和香飘飘 还能把我给喝破产了 想了一阵之后啊 水管的心情算是渐渐的平复了下来 他不想继续胡闹了 于是他认认真真的看了看丘鸾 好了 不闹了啊 我这次带酒过来了 你说的那个尊者在哪啊 咱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真的 丘鸾听水管这么一说呀 赶紧走到了他的身边 目光闪烁 你都带了什么酒 快给我检查一下 那个尊者对酒很严格 你要是拿了烈酒去 反而会坏了大事 给你检查 你懂酒吗 难道 难道是你自己想喝 哪有 丘鸾小脸叶红 苗条的身躯略微有些牛 你 你别无人清白 我 我就是想检查一下罢了 卧槽 你检查一下就检查一下呗 让你别吞口水啊 争论了半天啊 水管最终还是没有扛过 丘鸾的请求 主要的原因呢 是丘鸾居然对他撒娇了 我去 撒娇了 身为一名直男呢 面对一个千娇百妹的小姐姐 谁能扛得住啊 所以啊 水管没有一点犹豫 就把酒给拿出来了 跟丘鸾在二元仙月相处了一年多了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丘鸾撒娇的模样 果然呢 这个距离才能产生美啊 自己离开一段时间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喂 喂 想着想着 水管突然之间觉得有人在叫他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啊 只见丘鸾正抱着一瓶五粮液看着他呢 眼神有些略微的鄙视 你是不是 又在想什么坏事 没有啊 没有啊 水管揉了揉脸 怎么了 我出什么问题了 我不是把酒给你了吗 这 这个 丘鸾有些不好意思 这个盒子 该怎么打开 什么 你连盒子都不会开 你不是杰丹齐的高手吗 难道 谁还能难得住你啊 我 我 丘鸾恶狠狠地 瞪了水管一眼 装模作样地 理了一下耳边的青丝 我 我自然有办法 不过 这可要是带去 献给尊者的酒水 包装怎么也要完整吧 这盒子 难道 要直接撕了它 真是古怪 你说的我懂 水管不想再打击 丘鸾的自尊心了 他抬手便将五粮液盒子上的 一条红筹给提了起来 指了指 他尾端的塑料钥匙 你看 这有个钥匙 剩下的就不用我说了吧 原来在这 丘鸾看到盒子上的塑料钥匙 激动得像一个小女生一样 他拍了拍手 新奇地说道 真是有气 你们凡界的东西 倒也有些蹊跷 说完之后啊 丘鸾挤一下便将五粮液给拆开 捧着整个瓶子 激动地说 这琉璃瓶 倒是好看 接着 他拧开了盖子 闻了闻酒香 这 这香味也很浓郁 就是 当说到这儿的时候 丘鸾激动地吞了一口口水 不知道尝起来如何 说着 丘鸾取出了一个十碗 小心翼翼地倒了半碗 抬手就要喝掉 水管健壮赶紧瞪大了眼睛 我去 我的姑奶奶呀 你这倒的也太多了 你别喝醉了 喝醉 丘鸾有些不屑地看着水管 你把我当真烦人了不成 些许酒水而已 哪里醉得倒我 再说 我只不过喝一碗拼命滋味 就算普通人也醉不到吧 水管听了这话有些懵逼呀 别拿唐朝的酒跟五粮液比呀 他咧了咧嘴 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这一看丘鸾激动的模样啊 他也就没了那些念头了 丘鸾毕竟是修仙者 应该 或许 可能 也许 也许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想到这儿啊 这个水管轻轻地舔了舔嘴唇 正打算将剩下的酒整理一下 却突然听到耳边 传来了一阵猛烈的咳嗽声 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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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味儿 真正的酒鬼啊 那可都是非白酒不喝的 再说了 你难道没尝出 酒精的味道吗 啊 这 秋轮转了转眼睛 两条秀气的柳梅 倒树了起来 这倒是不假 不过 不过 这种酒水 到底好喝在哪 你确定 孙子会喜欢喝这个 应该吧 不过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在唐朝的时候 喜欢喝什么呀 当然 是葡萄酿了 秋轮似乎回想起了什么 他吞了一口口水 你们烦记 可有葡萄酿 葡萄酿 水管摸了摸下巴 眼睛一亮 你说的是葡萄酒吗 真的有 秋轮见水管这么说 他顿时免了免红唇 一把便将长城肝红 给拿了过来 这个就是 对 这个就是 水管点了点头 正打算给他介绍一下 却发现秋轮 居然无师自通的 打开了酒瓶 快速的倒了一碗 一分钟之后 秋轮整个人 都靠在了大青石上 销魂的舔着嘴唇 就是这个味儿 第十七章 小弟弟 你别闹了 见到秋轮抱着酒瓶 一脸悠然 水管突然有着一种 不好的预感 果然呢 就在这个时候 秋轮突然坐直了身子 直愣愣地看向了他 粉唇清起 下次都带点这个 咖啡什么的 可以少带 水管无奈地拍了拍脸 就知道 卧槽 你真的把我给当成 哆啦A梦了 又过了一阵子 在与秋轮 签了几个不平等条约之后 水管终于满足了他的欲望 秋轮呢 也从嗜酒的状态当中 回过神了 回忆起了自己之前的模样 秋轮总算是 找回了羞耻心 他面露桃红 看了看水管 水 水管 好了 看来 你带的酒 也不是一无是处 你不是要去见尊者吗 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真的 走走走 咱们快点走 水管现在满脑子 都是三清丹的模样 他卡在后天巅峰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再加上呢 他跟凡界修仙势力 有了接触 正是急需要力量的时候 自然有些迫不及待了 不过秋轮却没有那么兴奋 他看着满脸笑意的水管 小声地提醒 你别这么激动 结果还没确定呢 不是我说 你带来的酒水 也就那葡萄酒和我胃口 你觉得尊者真的喝得下去 秋轮的话呀 仿佛一盆冷水一般 瞬间浇灭了水管心中的兴奋 水管无奈地瞥了秋轮一眼 哎 你就不会鼓励一下我呀 再说了 男人的乐趣 女人懂什么呀 你的口味 也就适合喝葡萄酒了 我用不用给你再来一排 A地盖奶啊 秋轮不明所以地 盯着水管 几秒钟之后 他猛然地拔出了宝剑 直接向水管批了过去 找死 哎呦我操 迎着秋轮的突然袭击 水管顿时僵在了原地 他脸色有些难看 哎 秋秋秋 秋女侠呀 你反应怎么那么大呀 你知道A地盖奶是什么呀 我冤枉啊 你冤枉个屁 我还看不懂你的表情吗 走走停停 打打闹闹 水管和秋轮 还是踏上了 拜访尊者的旅程 不过呀 刚走出洞府的范围 秋轮就警惕了起来 停止了跟水管的嬉闹 水管见状呢 像是想起了什么 他也有些紧张 赶紧向前走了几步 拉近了与秋轮的距离 他现在只是一个 后天巅峰的扎扎而已 在凡界或许还能耍点威风 可是在这儿不能太浪啊 他只能老老实实地抱大腿 想到这儿啊 水管下意识地扫了一眼 秋轮的下半身 只见两条千细的腿眼 在罗裙下若隐若现 他不禁舔了舔嘴唇 眼神恍惚起来 我去 秋轮小姐姐的大腿有点细 不过抱起来 应该感觉不错呀 水管的眼神逐渐深邃 正想着推演一下 抱大腿的过程呢 秋轮的富有杀气的声音 便瞬间将他拉回了现实 水管 秋轮是银牙紧咬 低声怒吼 你说再这么看我 就给我死回去 抱歉抱歉 不是故意的 巧合 巧合 说完之后啊 水管也觉得有些尴尬了 他赶紧转移话题 秋轮侠呀 你别在意啊 你这么紧张 难不成是因为 你的那些仇家吗 嗯 没 没错 我的洞府有阵法笼罩 很难被发现 还算安全 可外面就不一定了 还是小心为妙 等到了尊者的地盘 就可以放心了 没人敢在那里闹事的 哎 那你究竟和谁解仇了 水管沉隐了一阵 最终还是问出了 自己想问的问题 他在二元仙玉修炼这么长时间 经常想起与秋轮初次相见的场景 他也一直都很在意秋轮重伤的原因 但是每次发问呢 秋轮都岔开话题 不正面回答 搞他的心里之痒呀 水管特别的希望啊 在这一次能够得到答案 可惜啊 秋轮这一次依旧没有回复 他只是风情万种的 翻了一个白眼 你问这么多有什么用 你能帮我吗 我怎么不能啊 水管用力的拍了拍胸膛 老子再怎么说也是个爷们 有问题就说 我想办法帮你摆平 就你 你才后天巅峰 能帮我什么忙 小弟弟 你别闹了 我去 你才是小弟弟呢 水管听秋轮这不屑的语气 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你才晓得 你们全家都晓 说完这话之后啊 他的眼神直接滑落到了秋轮的胸口 水管瞬间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这 这好像不小 灯徒子 可见 哎 卧槽 经过水管这么一闹啊 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 不过呀 水管依旧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他不免有些挫败感 好在那位尊者的洞府啊 离他们并不远 两个人很快就赶到了地方 水管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眼前 无暇顾忌其他 尊者的洞府啊 位于水管穿越点西北的一片群山之中 周围景色秀丽 风光迷人 不过相比周围的风景 水管更加在意另外的一件事 水管指了指眼前的人群 他有些不可思议 我去 这这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有这么多人呢 人多吗 秋栏怪异的看了他一眼 这人不多 秋药的人天天都有 这只是小场面 你是没见过 那些山门来的时候 那才叫大场面 人数 至少也是现在的十倍 我去 水管吞了一口唾沫 他看着漫山遍野的人群 心里第一次有些没底儿 那我们怎么见他呀 这么多人 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呢 你不用担心 要是每个人都见 尊者岂不是要累死 先献上礼品再说 如果不合尊者的心意 直接就被刷下来了 这倒也是方便啊 说着 水管倒像是想起了什么时的 对了 等会儿我们要是见到了尊者 我应该怎么称呼他呀 难道就叫尊者就可以了 我差点忘了 秋栏听水管这么问呢 他脸色顿时一僵 之前忘了提醒你 尊者只是简称 全称是 丹阳尊者 也有人叫他酒仙 到时候 你看情况选择吧 丹阳尊者 水管听了这话 点了点头 低声地念叨了几句 他正打算问问 应该去哪里 浸现酒水呢 突然 一道身影 挡在了 二人的面前 第十八章 臭臭 水管目光微凝 他正想看看 是谁挡在他们的面前 却听到这个人说话了 二位导游 是来献宝的吗 你是 水管抬起了头 只见一名身穿紧袍 见眉星目的男子 出现在眼前 正目光闪烁的 盯着秋栏 见死情景啊 水管顿时有些警惕了 他赶紧向前迈了一步 将秋栏拦在了身后 这位凶 不 这位道友 有什么事吗 不知为什么 这名男子一出现 水管就觉得有些不爽 他总觉得 他的眉眼之中 带着一丝阴气 绝对不是因为他长得帅 总之 水管虽然自知实力低微 但还是赢了上去 不想让他跟秋栏纠缠 这名男子看似风度翩翩 可是水管同为男人 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想法 他不就是想把门吗 手段要不要这么低级啊 搭讪也得看时间好吧 没看着我们这个人 讨论正身的吗 电灯泡 他在心里边吐槽了几句 他见到啊 这个男子愣了一下 于是便主动出击 哎 道友怎么嘞 为什么突然发愣啊 还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啊 看来道友似乎有心事了 既然这样 我们就不唠叨了 道友自便 好好好 必然楚风 既然如此 那我就 被水管的一连串的连珠炮 给砸得有点晕 楚风下意识的 行了一礼 正打算离开 突然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不对啊 我没事啊 他赶紧转过头 见水管和丘鸾正憋着笑呢 楚风老脸一红 这才发现过来 他猛的皱起了眉头 恶狠狠的瞪了水管一眼 他没有想到 会被水管给拐跑了话题 整个人都有些恼怒 作为紫威门的长老 楚风虽然地位不高 可是啊 没少被仙玉里边的人奉承 再加上一副好皮囊 更是在仙子之中啊 有着不少的人气 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种待遇啊 想到这儿啊 楚风深深扫了一眼水管 考虑该如何处置他 楚风可不是随便搭讪的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 因为一些原因 二元仙玉里边的大部分人呢 已经断了继续修宣的念头了 私生活往往都很放荡 楚风身为七中好手 来到丹阳尊者的洞府前 并不是为了求要 而是想物色一个好猎物 他已经有些逆为那些放荡仙子了 所以啊 他想找一些良家的来试试 来求要的仙子 大多数啊 都没有放弃修仙 生活一般呢 都很简点 在楚风这种老手的眼里 那简直就像是白嫩的小绵羊似的 正好是合他的胃口 他也正是因此 才找上水管和丘鸾的 楚风之前没见过丘鸾 不过从他看到丘鸾的第一眼前 他就知道丘鸾是个极品 身材婀娜 美艳动人 最主要的是眉宇紧凑 双腿紧闭 我去 好像是个厨啊 这些年呢 飞升上来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鲜玉的新鲜血液 也开始青黄不接了 鲜玉当中的厨子 可是越来越稀有了 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质量还这么高 作为花丛中的老手 楚风怎么会放过呢 所以楚风对丘鸾 可谓是势在必得 可这谁知道 水管的突然出现 坏了他的大事 楚风对此愤怒不已 他恨不得将水管 大卸八块 你 楚风冷冷的看着水管 正想询问一下他的名号 却突然之间 发现水管的修为 居然只是后天巅峰 意识到这一点呢 楚风脸色顿时一变 脸上的怒气也减少了不少 他不相信 这是水管的真实实力 毕竟啊 这里可是二元仙玉啊 只有在凡界突破到结丹镜 才有资格飞升上来 再加上丘鸾和他亲近的样子 楚风不禁有了一些猜测 能够有资格陪伴这种美人的男人 实力不可能这么低啊 他故意遮掩了自己的修为 只显露出了后天巅峰的境界吗 就是不知他是金丹境界的高手 还是有隐藏气息的法宝 楚风心中一声冷哼 他不禁为自己的机智感到赞叹 于是他忍不住的嘟囔了一句 这种恶趣呗 真当我是傻子吗 说完这话呀 楚风重新调整好了心情 他尊敬的对水管拱了拱手 看来这位道友对我有些误会 不知您如何称呼啊 随管听到了楚风充满敬意的话 他眼神顿时有些意外 他本来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想着要是情况恶化 就硬闯丹阳尊者的洞府来请求帮忙 谁知道这个楚风居然这么讲礼貌 卧槽大哥 我才是后天巅峰啊 难道你不奇怪吗 不可思议的愣了一会儿 随管见楚风一直保持着风度 不禁对自己之前的判断 有了一些怀疑 怎么 我随大观人难道看错人了 不可能啊 随管猛然的摇了摇头 死死的盯着楚风那张小白脸 这货肯定不怀好心 我可不能放松 想到这儿啊 随管便也是向他施了一礼 在下随管 不知道楚道友有什么事啊 如果没事的话 我们可要失陪了 我们这次是为了求要而来 还要挑选礼品啊 楚风见随管这副表现 眼中顿时冒出了一丝精光 他之所以摆出一副尊敬的样子 其实是想试探一下随管 看看他如何应对 楚风已经可以确定随管 在隐藏实力 只是他不知道随管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想要隐藏自身的实力 只有两个途径啊 要么就是升到金丹镜 要么就是依靠法宝 如果随管真的是金丹镜的高手 那楚风只能放弃了 毕竟啊 他只有定神镜 位于结丹镜与金丹镜中间 与金丹镜相差这一个大的段位 根本没有办法抵挡 万一要是惹怒了随管呢 金丹镜界的实力足以让他粉身碎骨 哪怕他身后站着紫微门 也很难有好下场 可这随管现在的表现呢 并不像是金丹高手 这不禁让楚风重新燃起了希望 随管之前的回答虽然得体 但是少了一点霸气 金丹镜高手面对这种事的时候 可不会像随管这么有礼貌啊 因此啊 这个楚风瞬间有了判断 嘴角猛然的翘了起来 既然随管不是金丹高手 那他就可以好好地争一争了 二元仙玉基本上没有什么玩乐的东西 也只有男女之事能够令他沉迷了 楚风可不想放过秋篮这个优物啊 于是楚风顿时自信了不少 他神采飞扬地看了看俩人 两位道友原来是来求药的呀 真是瞧了啊 我也是来求药的呀 楚风特意附和了一句 想要跟两个人的关系拉近 可这随管却不吃这一套 见楚风固态富蒙 他顿时翻了个白眼 屁话 第十九章 楚风 屁话 听到随管粗俗地回复 楚风顿时陷入了呆滞 他本来已经想好了如何开展这个话题了 谁想到嘞 随管一句话就把他给噎住了 你 楚风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想要骂随管一句 随后呢 他还害怕破坏了自己在丘鸾眼里的形象 他顿时有些为难 最后啊 他只能强行压制着自己的怒火 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 随 随道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的 你听不出来呀 随管已经看透了楚风了 所以啊 他也不再装模作样了 他可不想让这种臭虫 粘到丘鸾的身上 虽然不知道这货 为什么对他一个后天的喳喳这么客气 不过呀 事情已经这样了 他也懒得多想了 丹阳尊者的洞府就在不远处 这货应该没胆子在这动手 因此呢 随管可以说是有恃无恐了 楚道友啊 这是这么多人 大部分的人啊 都是来找尊者求要的 这有什么巧的呀 你这话难道说的不是屁话吗 你 楚风顿时语色 他想要反驳 却又觉得有些道理 心情顿时有些凌乱了 他正思考着该如何才能扳回一城 耳边却传来了一声轻笑 这不禁令他的心中再次冒出了一丝火气 他恶狠狠地抬起了头 正想大骂呢 却看到丘鸾一手无嘴 一手捧腹 透露出的风情 连他这个花丛老手都有些招架不住嘞 楚风呆滞地看着丘鸾 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口水 眼神当中充满了痴迷 原本僵硬的脸庞也软化了不少 不禁水管一阵炸舌呀 水管无奈地叫了楚风两句 回神的回神的 我没口跟你在这浪费时间啊 你要有事等我们献上礼品再说 要不然啊 你别在这儿挨事 等丹阳尊者喝了我的酒水 老子先求他打你屁股 水管不怀好意地打亮了楚风几眼 水管的心里啊 还是有些吃味的 他赶紧看了看丘鸾 丘女侠呀 正事要紧啊 咱们还是别跟这人计较了 他简直是有病 你说什么 楚风听到了水管这么说 他立刻回过了神 丘鸾刚才的妹样 简直就挠到了他的心里头啊 楚风现在恨不得立刻扑上去 他怎么可能容忍水管这么编排他呢 于是他赶紧怒吼 隋道友 你不要欺人太甚 说着 楚风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脸色略微有些挣扎 直到看了丘鸾一眼 才下定了决心 暧昧之心 人皆有之 你何德何能坐拥这等美人呢 我只不过是与这位仙子 说句话而已 与你何干 哼 接着楚风冷哼了一声 你们不是来求药的吗 可你们真的有把握 能够见到丹阳尊者吗 怎么了呀 隋管见楚风歇斯底里的样子 他似乎猜到接下来他想说些什么了 楚道友莫非敢保证见到丹阳尊者 这 这自然 说着楚风就像是豁出去了似的 他指了指隋管的鼻子 隋道友 我已经看透你们的伎俩了 若等一会儿我的礼品得到了尊者赏识 我会无常带着仙子见尊者的面的 哼 道友能得到仙子的青睐 想必就是拿着这个面见尊者的机会来利用他的吧 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底气 但是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仙子落入虎口啊 卧槽 隋管见楚风这一套操作 他顿时僵在了原地 这他妈戏份也太多了 这就把我打成反派了 隋管面色古怪的看了一眼丘鸾 他似乎想让丘鸾出来解释一下 可是谁知道丘鸾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捂着嘴巴 眼中都笑出泪花来了 隋管又蒙鼻嘞 姐姐 你是他们笑哭的吧 想笑就笑 但是你别捂嘴呀 你这不是让人误会吗 果然呢 楚风抓住了这个机会 看到丘鸾眼中含泪 他瞬间站了出来 看看看看 我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如此貌美的仙子怎么会跟你有关系 果然是你诱惑他的 真是无耻之急 说着 楚风突然挺起了胸膛 看了看四周 各位 我乃紫威门长老楚风 今日来到这里本想求见丹阳尊者 谁承想却遇到了此人立有仙子 真乃我们仙界之耻啊 这件事既然让我楚风遇到了 自然不能无事 等下若是我的礼品得到了尊者赏识 我会无偿带着这位仙子面见尊者 断然不会给这种小人成人之威的机会 卧槽 见楚风这么做 随管再次愣了一下 这也嘛 这就公之于众了 正愣着呢 随管突然之间想起了什么 他赶紧看了一下身边的丘鸾 果然 丘鸾不知道什么时候 低下了头啊 他一边用法术调整着自己的外貌 另一边对随管咬牙切齿 谁叫你之前看热闹来的 随管既解气又无奈地说了一句 丘鸾可是有仇家的 虽然他出来之前一容了一下 可是在随管的眼里更像是化妆 如今被楚风这么一出风头 四周想要求要的人几乎都把头给扭了过来了 难保不会被丘鸾的仇家发现 不过呀 丘鸾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周围的人群听到了楚风的话 瞬间躁动了起来 二元仙玉里边都是修仙者 平日里啊 除了修仙就是打打杀杀 这种热闹可不常有啊 因此他们的热情呢 很快就被吸引了过来 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兴奋 别把修仙者不当人看 虽然修仙对于人的心性要求比较高 可是他们还没有飞升到天庭之前 依旧是人呢 况且顺心而为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他们对这种热闹啊 可以说得上是喜闻乐见 随后啊 就有不少好事的人起哄了起来 此乃冲冠一怒魏红颜 当服一大白 嘿嘿嘿 没错没错呀 其中啊 有不少的人还认识楚风 还为他赞叹呢 楚道友大意当前绝不含糊 真是我被楷模呀 更有不明所以的仙子 为之倾倒 哇 楚道友正气凌人 令人目眩啊 以前居然不知知名 不知道友可有道理啊 楚风听到了这些话呀 眼中顿时冒出了一丝惊光 他扭头一看 只见一个身高八尺 燕额虎须的女子 正在面露春色的看着他 楚风下的瞬间闭上了眼睛 惊惧交加 我可去你妈的吧 第二十章 尊者现身 单阳尊者的洞府前呢 围观的修行者们 议论纷纷的看着之前发生的事 到处都是一片嘈杂 他们虽然并不清楚事情的经过 可这楚风之前那一套说辞 冠冕堂皇 众人不知真假 也只能相信了 因此啊 水管和秋栏 顿时陷入了风口浪尖 秋栏面对这种情况呢 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赶紧推了推水管 哎呀 你快点想想办法 现在你倒是想起我来了 水管听秋栏这么一说呀 他顿时有些无奈 你之前要是不看热闹 怎么也不会变成这样啊 说完之后啊 他见秋栏面色羞红 水管知道跟他斗嘴没啥意义 于是他也便不再斗他了 低头沉思了下来 过了一阵子呢 水管抬起了头 怎么样 秋栏眼神之中充满了期待 行了 你看我的吧 说完了这句话呀 水管推了一下秋栏 静止来到了楚风的身边 他已经想通了 楚风既然要跟他比 那比就好了 只要是取悦了尊者 楚风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啊 他一个能够自由穿梭两届的普通人 难道还会怕他这种挑战吗 他带了这么多的酒 就不相信没有一种能让单阳尊者满意的 想到这儿啊 水管也不再犹豫了 他猛然的向前迈了一步 指了指楚风的鼻子 行了 你倒是挺会搬弄是非的呀 既然这样 那你把你的礼品拿过来 让我开开眼啊 楚风冷笑了两声 我劝你还是先拿自己的 要不然等一会儿你可能就没有勇气再拿出来了 我告诉你 虽然我准备的东西不是酒 但是我敢保证尊者会见我一面 说完这话呀 楚风的脸上露出了一股傲义 看向水管的眼神也充满了不屑 啊 见到这一幕啊 水管本想冷哼一声 可是还没发出声音呢 他突然觉得耳边一阵 一道宛如钟声的音波 瞬间在他的脑海当中回荡了起来 有意思有意思呀 我自争观念 非生至死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自信的人呢 这道声音是磅礴无比 顿时占据了水管整个大脑 令水管过了几分钟 才反应了过来 我去 这 水管回过神来 他正想问秋轮是怎么回事呢 却突然感到身后传来了一股剧烈 秋轮居然强行将他的腰给弯了下来 哎呀 愣着干什么 尊 当阳尊者来了 还不行礼 哦 啊 水管听秋轮这么一说 眼神顿时有些恍惚 沉吟了几秒之后啊 他才反应过来 顿时瞪大了眼睛 拱手失了一礼 不过水管失礼的时候并不老实 偷偷摸摸地抬起了头 小心翼翼地扫了丹阳尊者机验 水管之前折腾了半天 可都是为了取悦这个丹阳尊者啊 他自然对丹阳尊者十分好奇 早就想建置一下庐山真面目了 如今一看果然不同凡响 丹阳尊者此时啊 正侧身躺在一个紫金大葫芦上 身穿金丝道袍 悬浮在半空之中 他一手拖着头 一手捋着洁白的胡须 虽然满头白发 可是皮肤呢 却光泽红润 如果不是额头上 隐约有几道皱纹浮现 根本看不出来一点老态 在二元仙玉待了这么久 水管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先锋盗鼓的人 他不禁有些感叹 久久不能自语 丹阳尊者的出现呢 瞬间将四周的声音 给压了下去 只剩下一些不可置信的惊呼声 会时不时的出现 可是几分钟之后呢 就连这些惊呼声 也听不到了 洞府前虽然集合着无数的人 可是在丹阳尊者现身之后啊 这里的空气似乎凝滞了一样 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片寂静 又过了一阵子 丹阳尊者看着一片肃然的人群 他觉得有些无趣 这才打破了寂静 怎么 我这么久没出来 你们就这样欢迎我吗 说完之后啊 丹阳尊者见众人依旧没有什么反应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刚才是谁说的 也定会让我满意啊 这 这 楚风听到丹阳尊者的话呀 他脸色顿时有些胀红 如果他此前只是冲冠一怒 魏弘言的话 现在他实打实地为自己之前的举动来庆幸了 一般来说呀 进献普通宝物 可不能得到面见丹阳尊者的机会呀 就算是进献一些极其稀有的宝物 那也只会得到丹阳尊者炼丹的许诺 依旧无法与他见面 只有进献一些讨尊者欢心的物品 才能得到与他见面的机会 和丹药以外的奖励 甚至能够得到丹阳尊者的人情 曾经就有一个被追杀的人 只因为送了丹阳尊者一壶酒 便凭借着丹阳尊者的人情 反杀了追杀他的整个门派 由此可见呢 丹阳尊者的实力是有多么强的 此前呢 楚风虽然有把握得到见丹阳尊者的机会 可是也仅仅是见面的机会而已 他不觉得自己的东西能坏来丹阳尊者的人情 这也是为什么他遇见丘鸾之前 一直没有进献这个东西的原因 他觉得自己反正已经放弃修行了 还不如将那个东西留下来自己使用呢 可是谁知道啊 丹阳尊者这次居然他妈自己出山了 要知道啊 丹阳尊者似乎只有好心情的时候才会出山 而且他每次出山呢 都会大幅提高向他进献的奖励 楚风的东西 此前或许只能让他与丹阳尊者见上一面 可是现在呢 却很有可能给他一个惊喜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啊 楚风心中的激动简直是无以言表了 整个人如同做梦一般 脸上充满了喜悦 尊 尊者在上 是在下说的 楚风咽了一口唾沫 颤颤弯弯的向前走了一步 是你 你想进献什么呀 我今天心情不错 若是让我满意 我可以给你一个惊喜 楚风听到丹阳尊者这么说 他顿时抬起了头 面露喜色 尊者 这是真的 这 楚风深吸了一口气 花了半天的时间 才将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他激动的看了看丹阳尊者 随后又鞠了一躬 多谢尊者赏识 多谢尊者 别着急 丹阳尊者啊 似乎是见惯了别人这副表现 他不以为意 你别着急谢我呀 我的要求可不低呀 若是你拿出来的东西不能让我满意 我可是会给你一个教训的 哈哈 没问题 楚风一点也不担心自己拿出来的东西 会被丹阳尊者拒绝 丹阳尊者放心 我楚风可不是口出狂言之人 我拿出的东西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感谢您的收听